嘿,大家好,我是利宇,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最近呢,收到一些网友的私信 问我Arcteryx的Atom系列的服饰到底值不值得买 那么我手上刚刚有两件这个Atom的夹克 所以今天影片跟大家聊一下Atom这个系列的衣服 到底怎么样 Atom这个系列在狮猪鸟的服饰里面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了 算是狮猪鸟服饰里面最主要的一条产品线 除了它的Other Shell Alpha Beta 这个Atom系列是它作为Middle Layer卖的最好的一个产品线 它有出这种不戴帽子的这种夹克 又出这种戴帽子的这种hudi 像我手上拿的这件是Atom LT夹克 LT的意思是Lightweight轻量级别的一件夹克 像我身上穿的这件是Atom AR hoodie AR是All Round 比较适合更多不同的场合来穿 在美国的售价 这件Atom LT的夹克要239美金 而有帽子的Atom LT hoodie要259美金 没有帽子的Atom AR夹克要279美金 有帽子的Atom AR hoodie要299美金 在户外运动的服饰当中 Middle Layer是必不可少的一件衣服 也是会陪伴你在一年四季当中 穿的最久的一件衣服 可以适合不同的场合来穿 爬山滑雪的时候可以作为Middle Layer 穿在冲锋液的里面 在天气不是特别寒冷的情况下 你可以直接穿在外面 而且平时你通勤上班 也同样可以穿的这件衣服 在办公室里面 这个衣服的一些特性 首先是它非常的轻便 轻薄 非常容易塞到你的背包里面 穿起来非常的舒适 它上面的材料非常非常的柔软 而且不会起很大的噪音 而且它非常的透气 外面的材料经过DWR处理 具有一定的防水性 而里面的填充材料是这种合成材料 即便是在这个衣服临时的状态下 它也具备一定保暖的能力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不错的夹克 那么LTM LT和AR有什么区别 你到底应该选哪一件衣服呢 首先从它的保暖级别上来看 它里面填充的都是这种 叫做Core Loft的材料 这件LT里面填充的是 80 Grand Core Loft 而这一件里面填充的是 120 Grand Core Loft 相对的保暖等级更高一点 很多一些网友问我 它到底适合在几度的气氛下来穿 如果在零的时候 你在外面坐着等公车 和你在零度的时候 背着50磅的背包去爬山 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很难讲它具体适合在几度的来穿 在它官网也没有给出一个详细的猜数 而且你具体是怎么样搭配这个衣服来穿 我觉得这件ATOM AR 在10摄氏度以上的天气穿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如果在10摄氏度以下的天气 需要外面加一个冲锋衣 或者里面加一个薄的冲锋衣 穿才会感觉不是那么的老 这两件衣服上面的材料 它有经过这个DWR的处理 它是具有一定的防水性的 但如果经过多次洗涤 它的防水性就会越来越差 你需要apply这个DWR的喷雾 来增强这个衣服的防水性 而且它在里面的材料 采用的不是一种特别光滑的尼龙 它是有一定的纹路在的 如果你身体出现的汗水水蒸气到这个上面 会完全的散开 更加的容易通过身体的热量 把这个水蒸气排到外面 而且会更容易让一个水气快速的干燥下来 这两件衣服除了它的保暖等级 里面Curloft的等级不一样 另外呢就是它这个衣服的侧面 它侧面采用的是这种有弹力的这种Fleece 这种材料 这种材料就极大的增强了它的透气性 如果你买这件衣服 主要的目的是去爬山滑雪 作为一个middle layer 其实这个衣服我觉得更加好 因为它透气性更好 但是这种材料它特别不防风 如果你在风很大的情况下 风很容易会从这个衣服的侧面 穿过你的身体 会很容易的带走你体内的热量 所以买这件衣服最好是作为middle layer 外面搭配冲锋衣来穿 而这件Atom AR它侧面是一体的 没有这个Fleece 所以它的防风性也更好 也比较适合单独的穿在外面 而且也可以作为一个middle layer 如果你是大部分时间 想把这衣服穿在外面 你可以买这种有hood的这种hoodie 在天冷的时候出去爬山 你可以带这个hood在上面 也是非常保暖的 而且它的袖口都是这种缩紧的袖口 非常的紧 风不会进去 而且呢 不会让你感觉到不舒适 下面有这个绳子都是可以拉紧的 防止风从你的腰灌进来 下面上升一下这个Atom LT 给大家看一下 感觉这一件就更加的修身一点 非常适合穿在里面 虽然它很修身 但是它旁边的这个材料是有一定的伸缩性的 所以你在运动活动的过程当中 你也不会感到任何的束缚 因为这件衣服大部分时间我打算穿在冲冯衣的里面 所以选择的是这种夹克没有帽子的 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小的口袋在这儿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记鼓动影片点赞留言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的影片再见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 I'm out